一言阿娇中心童与老公赖红国2018年结婚 其实早在两人宣布恋情的时候 外界很不看好 认为赖红国除了长得像渣男之外 还会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但实际上两人无论在洛杉矶还是在香港办婚礼 全部花费都是赖红国负责 赖红国还爆料 为了买婚戒把信用卡都刷爆了 为了结婚搞到快要破产 不过呢 跟女明星结婚有一个好处 就是民气会飙升 而民气的上升会直接推动南方的事业 最新有台湾媒体爆料 指阿娇原来非常旺夫 赖红国去年年底开设的医美诊所 袭击能力超强 据悉每个月就为她带来300万新台币 以及大约7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据悉赖红国在台北开设的这家医美诊所 跟另外两名医生合资 1400万人民币 虽然贷款投资压力大 但赖红国坚持不接受阿娇资助 台媒指 诊所刚开业几个月 生意就非常好 加上赖红国今年常到大陆接活 收入相当可观 据悉每个月最少赚70万人民币 根本用不着吃软饭 不过阿娇跟赖红国在金钱关上差异极大 台媒指赖红国曾酒后赐下向友人诉苦 说当时刷爆卡为阿娇买婚件 但婚后却没见到阿娇带过 而去年夫妻一起上综艺节目时 赖红国又笑说 婚后原本豪迈的把信用卡拿给阿娇 随便他刷 但阿娇去了百货公司之后 自己在家看到刷卡通知一直传来 就跟阿娇说卡还是放我这好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